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都觉得我所看到好的食物 它来自于好的环境 夏天吃笋非常凉爽非常舒服 那怎么样让小孩子会在味蕾上有惊喜 面嘛面嘛你对面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弹性软软的 可是榫面就不是哦 榫面它是脆的 它就是我们把它榫 然后切成面 把它切成丝 然后就去煮一锅面起来 就一样啊很简单的啊 面怎么煮你就怎么煮啊 只是整个整颗的榫榫你把它切成丝嘛 好那小朋友他们一开始刀工不够 像这种刀工它只要做过一次做过两次 刀工其实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端上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一碗面啊 你也不会觉得那是笋 可是当你那一口下去的时候 你就颠覆了所有你对面的想象 第二道是山苦瓜原住民的小孩 这是他们生活里面 他们你看我家旁边就有山苦瓜了 对不对它就是野生的啊 你就踩一踩 然后呢把飞鱼拿下去做汤底跟山苦瓜 那我爱死了 飞鱼大概在五月到六月之间 飞鱼的时间非常短 它前后就大概一个月 像飞鱼的肚非常干净 飞鱼是非常好的海鲜 肉质非常甜 就是因为它很鲜很甜 它有这样的基础条件 它才有办法拿来做汤底嘛 第三个泡泡鱼炒豆皮 泡泡鱼好像我们小时候这样就很好吃你知道吗 很耍水 可是呢你就薄薄就一个厚你知道吗 那个feel 那个好吃的feel都不见了 所以泡泡鱼这一道的话 花的时间长一点就是在剥 然后为什么炒豆皮 这个我们小时候就会这样吃 我们家也会做 我妈妈也会做 就是拿来 然后跟豆皮啊 就是姜 姜丝豆皮 然后这样子炒 那这个因为它有腌制 那台湾的腌制就是客家是最厉害的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值啦 我孙在出生大概一岁左右 他就都一直都跟着我 你会发现小朋友他的学习能力最强 学习态度最好 因为他就是阿嬷 我帮你 他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 他都阿嬷 我帮你 很小就要让他去接触厨房的一些事物 像我孙他一定 我在腌萝卜 他一定会帮我采萝卜 那我晒好萝卜了 他一定会帮我腮萝卜 他好玩 那我也觉得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子 台东的小孩就是会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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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